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內房繼續歸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升了1809點 收報28883點 成交繼續活躍過千億,有1015億 昨晚中美終於簽了首階段貿易協議 劉鶴飛到華盛頓入了白宮 特朗普做了一場表演 那場表演真是很長 特朗普支持都接近一個小時 他只是多謝那些人,都多謝了半個小時 每個人都不斷說多謝 就是拿了威風 還有,比如說彭斯那些 感謝總統你帶領我們 經濟怎樣好怎樣好 劉鶴相對比較謙卑 拿國家主席習近平那封信出來 希望大家都是中美互相重新上路 建立好這個重新關係 解凍,回復正常化 這個消息之後 美股創新高 道指首次收在兩萬九千關之上 早兩天曾經升穿過兩萬九 不過今次首次收在兩萬九之上 形勢仍是樂觀的 不過,形勢樂觀之餘 例如,港股短期未必可以立即大升 記住,中期仍然是看三萬關 今年最樂觀的情況下 可以升到三萬六千點 這個不便 不過,短期受到內地的一些因素影響 有機會在增持、整固一下 甚至乎向下調一點都不出奇 但是,不影響過中期的走勢 中期仍然是向好的 好了,今天都有很多事情 逐樣逐樣說 剛才說了,中美的關係有機會改善 雖然中間還會有很多波折 大家明白 不過暫時來看 就是,簽了首階段協議 大家以和為貴 所以,美股那裡都做好 我們先看美股的情況 大家先看圖中 道指這幅走勢圖 首次收在2萬9千點之上 收報29030,升90點 升0.3% 那就創了新高 其實一路的走勢仍然是強的 反覆向上 是,美股升了很多 但是,由於美國繼續會放水 所以,中線走勢仍然樂觀 我覺得,道指中線 有機會和這個恆子攜手衝上三萬關 為什麼這麼說? 如果昨晚你有看這個直播的話 你就知道 其實特朗普說說說說 說到最後多謝了很多人 之後,最後他就說到 Jeremie,即是聯儲局主席 鮑威爾 他就說,聯儲局主席 跟他說那句說話的時候 就說,我們要多謝他 不過,歐洲那些 現在正在給負利率 他說,我很喜歡這個想法 那些錢借回來很便宜 經濟就會好 他還說,他會繼續 就著這個話題 跟聯儲局主席 大家再商量 言下之意 就希望聯儲局主席這樣做 如果他不敢做的話 就不利了 都挺公開私壓的 我相信今年 美國繼續會維持低利率 以及聯儲局繼續增加買資產 有利的股市繼續穩步向上 除此之外 特朗普都有機會再出招 就是減稅 他可能在今年再谷減稅 目的是一件事 就是為了他連任 如果沒有理由 在最後那年的時候 經濟不行 如果今年的經濟滑落的話 就對他連任的機會 大幅降低 所以有機會出絕招 迫聯儲局繼續低利率 甚至再減稅 以及迫他繼續買債 他自己在財政政策方面 就會有機會再減稅 提出一個利好的消息 以及現在已經夾了 中國要去買很多商品 買很多農產品 很多東西 就對美國經濟有利 所以美股向好 這個方向就不變 升得多 你說有時有些震 有什麼奇怪 就算他回吐一點都不是大問題 好了 美股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內地股市 你回來看上證指數 就不是這樣的情況 上證指數連跌三日 三支陰燭 有點像三非烏鴉的走勢 為什麼呢 簽了一個協議 是不是不利好 又不是 不是因為這個協議不問題 而是因為它流動性的問題 雖然知道內地就來過農曆新年了 劉鶴去到都說了很多次 Lunar New Year 怎樣怎樣怎樣 祝賀他們 其實中國就來過年 大家香港都明白 還有一個禮拜多一點 下個禮拜六就是年初一 過年 過年之前 當然是有很多數 流動性開始有點緊張 其實在過年之前 內地已經有傳媒統計了 就是說 需要資金缺口 有15000到16000億元人民幣 爺爺都很聰明 立即就放水 降準放了8000億元人民幣 昨天星期三的時候 就先做了3000億元MLF 再做1000億元逆回購 放水了4000億 加上12000億 今天星期四 再做多3000億元逆回購操作 加上15000億元 15000億元放了很多水 你看來很多 但是實際 其實這15000億都是等於缺口 沒有多到不是特別多 剛才都說到要15000到16000億元 估計如果它明天後日 再放多一點 可能會有利 但是其實現在裡面都是水緊一點 所以你看到上證指數有一點回 那是不是又很差呢 又不是 第一上升軌未跌穿 第二上升列口底部3051區 還未回補 除非它收於3051之下 即是3050之下那些 因為前浪頂 大家記得是3048 如果它收於3048之下 就欲選了 否則的話 暫時當它是一個調整 但是有這個調整 就會阻慢了什麼呢 港股跟隨美股的升勢 所以你看 在恆子 唉 陰燭劈下來 都在那裏勾住 連續這兩天勾住 那仍然短期都是以兩級支持位作為 大家作為參考 第一級 就是這裡有一個上升列口 即是1月8日和1月9日之間的上升列口 底部 大概28,200 28,100多的 當它28,200 而這個第一級支持 第二級支持 就是前浪底 就是1月8日的低位 27,800 除非它收於27,800之下 否則短線還是向好的 那你後低才來吸納 就是理想一點 那大市的走勢 是這樣的 那中期D來看 恆生指數來看 中期D的走勢 就是 我覺得它仍然都有機會衝上去 三萬關 今年挑戰這個30280點 大家知道歷史高位是33,484 大概是33,500 今年如果最樂觀的話 有機會是升到36,000 這個不變 這個看法 最樂觀的情況 就是說 中美那邊繼續放水 繼續好 這些暫時未到的話 我們就不講那麼多了 先看著三萬關 好了 整體形勢看完之後 回到今天的題目 就是內房繼續威 其實我今期在投資理財周刊 寫了 其實資金其實現在在買香港稀有品種 什麼是稀有品種 第一 ATM是稀有品種 內地沒有的 ATM 阿里巴巴沒有的 騰訊沒有的 美團沒有的 但是這些股 他們每天都在接觸 每天都在用的 那些股 是不是 騰訊的微信 阿里巴巴 他們經常想淘寶買東西 天貓那些 美團 經常叫外賣 Apps經常用的 基本上 每天都用 那些 他們知道好東西 他們下來香港買 所以那些股好 不過那些股好 是好 但是都升了很多 這幾天 開始有一點回吐 首先也是 中期這些股 沒有市 繼續好好的 但是這個短線有少少 升得太多 有少少回吐 有少少回吐之後 那些資金怎樣 就轉去買 另外一些 他們都覺得是好 但是 內地比較缺乏的股份 是什麼 內房 物館那些都是 我們今天集中說內房 物館其實我們都說了很多次 內房都說了很多次 但是都是這樣升 內房是什麼 最主要是民企內房股 民營的內房股 特別是大那幾隻 全部都在香港 那你說內地人 知不知道那些 民企內房股好賺呢 他們都知道 因為樓價不斷高 他們看到賣樓賣得很好 又經常以限購 那些民企內房賺得很多 所以他們是喜歡那些股 那些股 相反在內地是少 不是沒有 少 少上市 大部分那些都在香港 賣得最好 最大型的那些 全部都在香港 那些資金就來賣了 其中有幾隻 今天升得比較好的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內房股裡面 中國海外就是國企 熟下這一隻 中國海外雲陽這些 升得好過媽媽很多 升7.7% 又創新高了 那麼就衝緊上去 合景貸富 合景貸富其實是廣州幫 大家都有時上去廣東省 都見到很多他們的物業 升得很好 又升了6% 又是飆了上去破頂 世貿誘了很久 30元 這個環部上升 終於今天又一棍上去了 升5.8% 收32.1% 時代中國 升5.9% 另外有些大灣區 都是升得很好的 除了時代中國之外 還有884 3380 那些都升得很好的 就是說資金 其實在這裡 湧緊去一些 由ATM炒上去 有些回肚下來 就湧去另外一些稀有的 這個物業 內房股那裡 另外物業管理股 其實 這陣子也升得很好的 也是值得大家多加留意的 總結而言 其實市場在短線 可能會受到內地股市 有少少拖累 因為內地股市 是三年陰 有機會在這裡增持一下 但是如果只要它不是大跌 不跌穿 27,800 就沒有太大問題 如果跌到28,200 其實是 劃以下 是一個合適的 增持的機會 估計 中線 所以恆子 都會繼續上 挑戰三萬關 最樂觀的情況下 三萬六 有什麼股份好呢 ATM上次說過 科網天下 有一集我跟大家說 另外 內房股 物管股 還有一些芯片股 還有教育股 都有機會繼續反覆上升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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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